對不起的話你會說嗎 對不起的話 對 還是 不行不怕 阿鬼 不怕 鍾明福戲劇大突破在追夢者中飾演被兄弟們照顧的自閉兒 你本來是預期是怎麼樣 預期 你看到劇本的時候 應該就是帥氣的那種 帥氣的自閉症這樣 你是說我嗎 我的角色喔 就比我想像中有還可以 雖然飾演自閉兒福興但裸露的戲份也沒有少 你有掙扎過嗎 好像也來不及掙扎就 只是就 就這樣道歉覺得怎麼樣好 是不是重點部位有看到 看錯了 對那都有包起來 聽說是襪子喔 嗯 我是 膚色 膚色的襪子 我直接脫光我就比較安心 我想要演 阿鬼 阿鬼 他個性比較瘋癲 然後 因為我一直以來演角色都好像就是比較 中規中矩比較乖一點的 然後 他的個性跟我本 我自己的個性比較接近一點點 是嗎 算是 那時候 肢底下 他常一出來就一直在揍人 什麼那種 然後就覺得那樣感覺 好過癮喔 然後像動作訓練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在套那些揍人的動作啊什麼 然後我就是練習被人家揍這樣 小時候就脾氣比較不好很容易跟人家吵架啊 有一台摩托車他每天都一直擋到我 那時候在打工 然後我就有一天凌晨我也不知道幹嘛 我就拿強力膠去把他的車子整台黏起來 而且我那時候我 那陣子就是反而每次我就在看 我就想說攝影機應該不會拍到我這樣 然後我就去反而黏起來 然後隔天就也沒事啊 開開心心去打工 然後那個人就一直在找說誰破壞了他的車 然後我就死不承認 他們問我都不知道啊什麼這樣 結果因為我手上有個太機 結果攝影機剛好拍我的手 就拍我的太機 結果那個人就要告我啊什麼 可是後來就是賠錢就和解這樣 回現實生活中 他跟前妻艾莎離婚快滿一年 你可以有什麼話想要對她說嗎 你們這段時間有聯絡嗎 完全沒有 好像也沒有什麼要說的 祝福也不會講話 就這樣 你大概就這麼過就這樣了 發生了就這樣子了 對 對不起的話你會說嗎 對不起的話 對 愛上 好就過去了 對啊真的就過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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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